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2月28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的演评节目 习近平拍电小二 也就是中南海的南院北院 也就是习近平纵用这些嫡系 纷纷出去下去视察 掌握各地的情况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经看到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经济面临着迹象崩盘的危险 大水漫灌 到现在未知也没有把股市和房市呈上来 所以非常的麻烦 而且更重要的是 美国大选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贺锦丽和川普两个真是旗鼓相当 不论是民主党的贺锦丽继续执政 还是川普回炉 都使习近平政权陷入困局 都是非常反共的 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所以习近平今天组织的政策去开会 研究商讨对策 今天是挺大的新闻 那么今天海外的一个重要新闻 就是人们开始热议习政权在军权旁路的问题 今天万维网有一题 中共正有意释放习近平地位变化的信号 这是今天大纪元的网站 还有海外的其他网站都在热议的事 的确有一点诡异 似乎是军队内部发生了分裂了现在 我看姚诚做了一题自媒体谈到了 说是有可能将来发生内战 发生军头们的火兵 兵变有这种可能性 的确是有点迹象 等会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新华社头版头条就正式去开会 开会就谈经济 而且还举办了11次集体学习 学习就是文化强国 这都是吹牛皮 这个习近平我给你讲吧 小学生水平 对吧 反倒是爹小二们把习近平捧成个什么 无所不能的 为全世界指引方向的 这样一个领袖 金专会议刚开完 金专会议其实就是和西方对峙 跟G7 以美国为首其他工业国 对抗这么一个经济体 事故给我感觉要迎接什么 即将到来的冷战时代 因为川普算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川普就要想各种办法 终止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今天开始谈判了 这很有意思啊 双方交换人质 有点转机 那么伊朗呢 可能也不太说心里话 也不太敢和这个以色列继续搞下去 对吧 那么俄罗斯的普京也在找台阶下 是不是啊 泽林斯基现在可以讲也挺艰难的啊 所以如果从川普上来 你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就形成两极了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这样一个经济体 对吧 一个是以中共新平为首的 一个威权世界这样一个自由 这个经济体 长期的对抗 可能是这样 那么今天这个新华社头版头条 讲这个集体学习也好 还是政治局开会也好 实际他们就在想办法怎么能够自救 也就是挽救即将风雨飘摇当中的中共的政权啊 因为经济只无助的话 将来导致社会的动荡啊 所以今天的会议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会议说心里话 从官媒你看到什么实质内容啊 实质内容可以这样讲 今天已经释放出来 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个人事变动 那就是王浩 这个取代了伊列宏 对吧 伊列宏没有另有人任用这个词儿 那就证明就算退下来了 那么 这里就富有戏剧性了 王浩是什么背景 只有我们的媒体一直在讲这个 金钻周围 是吧 你看王浩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山东 所以呢 你要说习近平政权军权旁落 三中全会啊 似乎组建了一个以元老们 在主导大政方针这么一个 好像类似于当年那个顾问委员会啊 也就今天透露点信息 似乎有点可信 待会儿我会讲啊 那么政策局开会这个新闻之后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 关于这个巡视组的事儿 就第三轮巡视组 情况综合汇报 也就是 其实就是青菜大神 下去对那些不听话的 反习的 去整他们 这个已经是第三巡视情况结束了 要搞一个汇总 下一步要抓人 你从抓人 今天中纪维的网站看 习近平还战上昏 党内权力都是非常激烈 你看今天 中纪维的网站 已经是公布了 又抓了一批这个所谓的 这个贪官武力啊 大部分都局限在什么 局限在这个 对立派 你比如说吧 余政生这条线上的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原当委书记唐向前被抓 对不对 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当组书记沐寨一被抓 这可能孙政才是下人了 对吧 你再看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这个吴永刚被抓了 这是国企委的 对吧 国企的 重庆长寿经开发区 党工委委员陈爱军 这一看这属于孙政才的人 才不就剥下来的人 很可能孙政才的 一剥下来的人就抓了很多了 还有抓李克强的敌气 还在进行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郑州海关 当委委员 副官长孙陈 孙陈明接受调查 对吧 这些都说明什么 说明在反抗外地位领域里 习还是听命习的 孩子很厉害习 当然军权旁落的确有一些迹象 那么新华社这个今天有很多题目都是写 什么写的内政外交里解决困局的一些政策 你比如说吧 国企办公厅引发的 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去解决生育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人口老化 生育率极低 年轻人躺平 不结婚不生子 不当韭菜 这很吓人 所以这个社会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是一台话 不让你生 现在鼓励生人一不生 那大上海三年风空 那个公安局部威胁那些年轻人 你再不听话 不听话 给你记住党啊 影响你的孩子 孩子 我们是最后一代 习近平拿小孩没办法 是吧 习近平现在赶快 开始完善所谓的生育 生育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 就是统治阶级 不祸害老百姓 人顶着星光 你看那个24史 对不对 我在监狱没啥事 咱可是从史记一直看到这个唐朝 是吧 结果咱放了 要是如果咱不放 那就看完了 就看到清朝了 是吧 今天这监狱长挺有意思的 看我走来说 哎呀 别走啦 继续看下去吧 一定说你只有在监狱才能看24史 是吧 24史有个特点 你看到历朝历代 只要是统治者 统治者 就像胡问那个时候 休养生计不折腾 老百姓就分外来生孩子 啊 就民生就比较好 就西平瞎整整到最后 人口都没有了 还整天吹牛皮啊 你再看下一题 完善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委托代理机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你想这个国家三十一个省自治区 到处都有些资源大审 有矿 你比如说新疆啊 青海啊 内蒙 也用一次自身腐败 也用爆发 带上爆发后 是吧 因为那时候国务院规定 你民营企业可以发现去找矿 找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经营了 后来在这个产权问题上产生很多纠纷 因为你比如说你找到一个大煤矿 你干进去以后就上百亿 甚至千亿 对吧 所以都眼红了 你看上那个 为什么陕西千亿矿权 那不都是这么产生的吗 所以现在开始理顺这些关系 我今天看了问题 就这个今天我花费时间最长啊 我找个Tim Houghton好一点看 看完了他讲的不是太明确 他给我感觉好像是似乎 这些就是产权呢 他把它收归国有了 收归国有那人家民营企业 投资了怎么办 其实还应该是尊重和保护 对吧 咱们不太清楚具体什么政策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着急啊 关于就是完善 这个关于这个 国有资源 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就他委托代理官 看了半天就委托给 这个集体企业是吧 国营企业 那民营企业发现了怎么办 是吧 优企业发现了怎么办 以前都有些合同怎么办 是吧 还有呢 你看下一题 中央和国家机关能源新汽车配备和使用相关规定出炉 这是能源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这个事可是一件大事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都非常这个 中共国家现在把这个产能过剩 这个电动汽车想达到美国市场 美国不欢迎 美国征税 那么欧洲 欧洲也在 也在这个 采取办法 证税 对吧 所以你要想销售的话 就比较难啊 他现在开始想这些办法 你看 还有这个 那他将来只有销售到一带一路国家了 也就是他这次组建这个 这个经济体 是吧 习近平为首的 中共国为首的 将来你的电动汽车产能过剩那么多 纷纷就卖给那些什么 斯里拉卡了 是吧 巴基斯坦 你这套下这了 对吧 你想进入欧洲市场啊 美国比较难 到加拿大更是没门啊 对不对啊 还有你看下一题 这个央行再推新工具 买断是逆回购 有何用途 这还是 旧经济啊 采取的一些措施 今天海外 美国之音也有一题啊 专门讲这件事 美国之音非常重视啊 等到下一场吧 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你看看 美国之音有一题是 2.9万亿人民币 中期贷款到期前 央行推出新借贷工具 你看下一题是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就是中国的航平科技 要秀一秀啊 气象条件 十亿深州 十九号发射 还有呢 第二阶这个 列博会 啊 供应列尔生产的列博会 这是为了带动 带动经济啊 十月下行举办 讲哪些亮点 还有中国经济样本观察义乌 世界超市 何以偿红啊 讲到义乌的经济啊 义乌是曾经李强干过的时候 现在李强当国家总理了 他在国家是大白丁了 人们都纷纷指责他没有本事 怎么办 就靠媒体的虚假宣传啊 你看还有 新华社的中国科学院启动 合成气泡国际科学计划 这讲科研 还有和美国打嘴仗 现在和美国在继续交流啊 军方方面 开始互相合作都给面子 也就是说 不至于发生军事冲突 都不想打仗啊 那么但是在经济上 现在是可以这样讲 是互不向让啊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对多家中国尸体 实施出口管制制裁 现在就是在经济制裁方面 是越来越来越高 是吧 尤其是老川普要回流 真够这个西冰政权 喝得一呼了啊 你看还有外交部发言人 谈中东局势 现在中东啊 现在这个局势非常紧张啊 各地都各国都害怕 都怕卷入战争啊 那么今天在药文取消里边 何立峰有动作 因为何立峰现在经验 要比小李强要强得多啊 在国务院最起码 陪李克强列了一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何立峰在抓战事经济 如果冷战的话 西方应该在靠他 对吧 所以何立峰几乎每天都有行动啊 也就是鼓励外资企业深化 对话合作 吸引外资回来啊 还有还有今天最大的新闻 就是浙江省委主要领导 植物调整这个问题 为什么就要王浩上来 今天凤凰网有一题啊 凤凰网每天都配合非常好啊 一看就中共这个 故意搞的对吧 也就是王浩这个突然间 专身担任了浙江省委的领导 你想浙江是习近平的一个 可以这样讲吧 习近平是图上重要的一战 对吧 那么一脸红呢 就是交班了 10月28号 浙江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中组部派的副部长叫七家兵 宣布这个决定啊 那么王浩是谁 就是这个研究了 对不对啊 因为什么余政生政变是最大的一件事啊 咱们每天都在讲这事 现在很多的情况都证实了 今天很有意思啊 也提拔一个王浩 哎 王浩反倒转战到了什么浙江 西平的老川当书记了 恰恰他是 余政生这个先生 对吧 那当然了 我对王浩不是太了解 我怎么猜测 我们今天看这个重要的 也认识是个信号 啊 现在我不能确定这个王浩是 大家都知道 你在一起合作的人 总有些人和你关系比较好 有些不好 对不对啊 那么王浩呢 我现在不能确定他和余政生关系怎么样 但是他是山东省官场上的一个大佬 对不对啊 他是1963年十月出生 山东啊 丹县人 曾任山东西方区的局长 民政厅厅长 资博社会书记 还担任过17年担任燕台社会书记 大家想想燕台社会书记 谁当国 85年嘛 余政生当国 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那时候我很了解 因为那时候我82年到大连人道 没一步 大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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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古山县人嘛 我爸爸妈妈都是山东省古山县 海洋所供设 算空装存的 我跟你讲啊 所以这个 这个余政生呢 习近平把余政生软进去了 把那底细抓一大批 可以这样肃清了好多的人士 这方面的人士 但是王浩他却今天踹身了 那就假如我推断啊 如果是王浩是这个余政生的限制 那就证明习近平的大权的确是跑落了 啊 这个军队开始整他了 是吧 如果说他不是余政生 不支持余政生 虽然是三农的 三农的毕竟余政生不可能都摆平啊 如果他是最反对余政生的 那习近平纵用他现在提拔 那就证明习近平仍然靠控制了权力 对吧 所以我们这就不造谣啊 我们只是跟你讲这个官场的重要政治信号 今天很重要 很有意思啊 那么王浩这个人 他是后来到了河北当河北省常委 唐山市委书记 陕西省委常委 后来西安市委书记 21年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2022年一月任省长 二十月中央委员 给我的感觉 似乎他是应该是和余政生是不对 东北话讲不对撇子 是吧 那习近平怎么整这么一个人 这边打击就是你追随余政生 我全国下去 如果你和余政生不对付 我怕给你提高一点 对不对 这好像这种可能性较大 但是你必须承认现在 关于这个张永霞的动向啊 有一些诡异 我们先讲完余政生 这个老曹 就王浩啊 取代这个伊列宏的事 他说据悉 伊列宏同志 以年龄原因 不再担任省委属职务 就退下来了 倒点退休了 但是你想 有些人倒点不退呢 张永霞倒点不退吗 这好像也不能说服什么东西啊 说服别人 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最大的大家关注的啊 也就是刚才没有讲完的 就这一次这个张永霞外访啊 越南 获得这个 节奈的规格反常啊 结果呢 直到了10月26号才报道 此外呢 张永霞在会见越共中央高层时 未曾提及党会习近平啊 这一系列不寻常的现象 的确是引发了观众啊 于是海外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张永霞此次外访越南的 某种程度上上外界释放了信号 习近平在中共军方的权力已经被取代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三更全会做出决议了 就习近平不管军队了 军队是由张永霞掌控了 因为再让习近平搞下去 就和美国就要发生战争了 是吧 军头就要互相复兵起来 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张永霞的确和他有了矛盾 足够开始翻脸了 这都很难讲了啊 张代工要翻脸好了麻烦了 那习近平说明未来什么时候就被抓了 所以今天海外 在媒体释放这篇文章啊 多多少有点说服力啊 习近平在中共的权力就被张取代了 这一动向不仅透露出习近平军权旁落 更可能反映出中共当局在习政权发生转折以后 有步骤的向外界释放习近平的信号 变化的信号啊 也就是10月24号 越南军方报道的 英越共中央政军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个国防部长潘文江大将的邀请 也就张永霞率代表团 24年10月24到26号 对于越南进行访问 越南发的视频显示呢 张永霞受到了红地毯迎接的高规格利誉 那么张永霞还与潘文 与共同检阅了这个仪式 举行检阅仪式 欢迎仪式上呢 越共的高级军官习宿到场了 包括越共中央委员国防部理部长黄春寨上将 还有军方的副参谋长叫红战友上将 还有政务局的副主任黎光明总将等人 那么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准备找了提死鬼了 因为什么一旦打起战了怎么办 是吧 打起战习近平不跟新的战场 那就你能称保你打吧 你打赢了反功劳归于我 还是习主席职位 你打输了就像那个新冠一样 你自己吃不了兜的 那有没有可能 你也不能排除狡猾的习近平在玩这个小手段 是不是啊 就像对待这个三年封共一样 你刚开始也是啊 小组长也不要了给立克强 你去干吧 干好了以后马上说我亲自指挥亲自指挥 亲自冰倒 你看那个生存人的结局很尴尬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们也不能太忽略习近平玩的计谋 是不是啊 因为张又霞假如说真想发生冰毒 那习近平外访这两天 就把他抓不就完事 不让他落下来 让他跑到南非去 不就完事了吗 好像也是比较麻烦啊 那么大概率有没有可能 就是三中全会的确成立这个有元老人组建的 藏在幕后的就相当一个顾问联会这样的 包括文家宝啊 还有这个李瑞环的贾庆林的这些人 是吧 给习近平掌握政权 军权你再说了不算了 咱们叫老张干啥老张干啥 是吧 人事方面他们反正也认同习近平整肃这个余政生 因为余政生你这条线上毕竟是兵变 差点一个习近平推翻了 似乎他们也能也不太认同 是吧 能该处理就处理吧 但是你还要选择一个这个余政生老曹的人 对不对 就没参与新转政变 就是王后来担任这个浙江省委收集 他进军习近平的老曹 那接下来可能王后就要查习近平老曹的一个官员的腐败 但是好像不像 咱们实在在讲 对不对 你们现在不要有些自媒体自娱自乐 是吧 因为你讲习近平不好 所以习近平马上就要抓了 网上看的就非常多 但未必是现实 对吧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吧 总继维的网站 今天仍然在这个天片里 都推出反习势力落马的消息 是不是 似乎好像 这里面充满着矛盾 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个新华社 现在还要继续回来 因为新华社还没讲完 还有呢 中国数据标准化迎来技术的大反应 这是讲数据标准化 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丧失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合规提示 现在网络措定促销非常重要 今天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 就是大上海的一个首富 当年的首富 现在找了个网红一块儿开始搞直播周正义 这个宇宙这个意思 是胡温时代整的江派大卵 也涉及到内斗 对吧 当年是上海叱咤风鸣的人物 现在结果经济可能不景气了 还找了个网红两人一块儿卖东西在网上 直播带货 是不是啊 这非常有趣啊 那么昨天还看到了有一条消息 关系讲到这个我们的家乡老曹 就是这个大连的当年的有钱人大富豪 是吧 就王建民的困局 这真是死一时比一失业 好 那么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还有一题 9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223137 就现在搞得非常左 什么事都是违背中央精神 搞得也是民不聊神 官场也官不聊神 大家都非常有意见 你看今天中纪的网站公布的 有一个数字 今年9月份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2万多 出力的多少人呢 3164人 你看 一名省部级干人 一名省部级干人 65名地厅级干人 这是批评教育 就批评的 没抓的 给予党纪政绩处分的22475人 都在争党 搞得真是鸡飞狗跳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统治不稳 大家都希望他下台 但是习近平就是不下去 所以习近平主导的官媒很狡猾 现在是对自媒体的打压非常严厉 你看 一批违规社军自媒体账号典型案件通报 这今天挺大的信任啊 这个为了维护所谓军队这个虚假的形象啊 说是近年来呢 社军网络生态持续向上上好 但有一些自媒体呢 呃 编造虚假信息啊 等等等等 结果呢抓了一批 这里讲到了一些自媒体打着军事评书 军事演绎的旗号 以军事科普为幌子 消费群众爱国情怀 微信公众号 一个裂变研究所等等 反而好多被抓了啊 被处理了 还有杜撰军事实施的 还有抹黑军队形象的 还有曲解军事政策的 五呢 煽动军地对立的 还有呢 六消费佣军情怀等等 这估计是这个张武侠大动 是吧 呃 要狠狠地抓这些自媒体 你们在诋毁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啊 等等啊 今天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解放军报今天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竟然讲到什么呢 对这个官员呢 官场上啊 称大秘啊 这个问题发表了官员 给我感觉好像影射菜鸟 是不是啊 不是讲的这个底下的官员 是讲的菜鸟 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总办主任 就打着西平的旗号 到处这个瞎忽悠 是不是啊 这估计也和上层的这个内斗有关系啊 那么今天国际新闻这个非常多啊 你想美国之音今天报道了好多啊 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啊 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发过来一个小视频 纽约啊 老百姓排队投票场景啊 非常令人震撼啊 这个美国的参与度 民主参与度非常高啊 你看今天美国之音这个有很多消息啊 还有这个美中大选啊 美大选中迥异的全球愿景 哈里斯主张结盟 川普强调美国优先啊 说美国这个如果川普选主从来的第一届时就要开始啊 大局的要把一些这个非法移民赶出去 这个川普有意思哈 那么还有关于日本日本众议院大选呢 无任何党派获得多数协议政府行使动荡 这是今天一条新闻哈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施货帽 现在看来搞不好会成为最短命的啊 日美首相了哈 这个也值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那么还有这个昨天的异议人士 就是在洛杉矶的哈 一批中国民主党的一人是举动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 他们喊出一个口号 为众人暴行者不可使其冻逼冰雪啊 这里又讲到中国的维权律师哈 像江天勇啊 王宇啊 这些人受到的不归正的待遇啊 等到下场回来和大家介绍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再见